外交部長周舒凱今天上午10點鐘 搭機從台北收往美國,準備出席聯大第26屆常會 周舒凱離開台北之前在機場宣布 他因為臨時接受了美國國務卿羅基斯的邀請 將先往華盛頓訪問 羅基斯國務卿邀請他先在華盛頓會面 但是周舒凱記者透露 羅基斯國務卿將在跟他會面的時候 會討論些什麼問題 一般人相信他們所談的內容 將人士與有關聯大所謂中國代表團的問題為主 周舒凱今天並可以充滿著信心的口吻說 在總統英明領導之下 他相信我國代表團這一次一定會完成他們的使命